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听过这样一句话 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 不足以谈人生 人生于世 不可能是一份 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与磨难 遭遇挫折与磨难 如果能硬着头皮熬过去 便会涅槃重生 如果心生怯懦 自暴自弃 就只会让自己沉沦下去 俗话说 未曾倾贫难成人 不经打击老天真 一个人经历的事情越多 就越不会对人性 对人情有过高的期待 因为他们知道 过多的依赖他人 换来的往往会是失望 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只有让自身变得更加强大 更有价值 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感 看得了脸色 听过这样一句话 厚脸皮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才华 生活中我们总免不了要看一些难看的脸色 如果我们太过敏感 过分在意他人的脸色 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巨大的精神内耗 有些人对我们摆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于是我们或者愤怒 或者去改变自己 来获得他们的喜欢 这两种做法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必要 人生在世 不可能获得所有人的喜欢 总有人会讨厌我们 有人讨厌我们 并不一定是我们不好 也可能只是因为对方 与我们的三观不一致罢了 大度能容 容天下 难容之事 一个人真正的大格局 就体现在如何对待 讨厌自己的人上 面对他人的厌恶 不理解 能够一笑止之 云淡风轻 才是真正的洒脱 坦荡之人 听得了真话 孔子说 巧言令色 嫌异人 好听的话 人人都爱听 所以 一些心属不正的人 便企图用甜言蜜语 来迷惑人 以达到自己 不正当的目的 真正靠谱的 为我们好的人 往往不会有 太多好听的话 为何呢 因为好听的话 虽然越耳越心 却不能对我们的行为 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 那么 什么样的话 才能起到指导 警醒的作用呢 答案是 真话 因为真话 往往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 能够引起我们的反响 通过反响 我们便能够发现自身的不足 修正自身的不足 如此 我们才能日益经济 说真话 往往是危险的 轻则会导致对方的反感 重则会招来对方的报复 所以大多数人 往往是不敢说真话的 一个人如果听到的 都是一些奉承的好听话 那么他也就离阴沟里翻船 不远了 真正厉害的人 面对敢对自己说真话的人 不但不会反感 反而会更加信任对方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 一个人只有敢听真话 爱听真话 常听真话 才能行得更稳 走得更远 做得了难事 一个人开始废掉的标志 就是沉溺于舒适区 不思进去 有一位哲学家曾说 一切都在变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面对变化 如果只知道贪图享乐 无动于衷 那么就很可能 会被时代所淘汰 人处于安乐的时候 更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在安稳的时候 只有不断挑战自己 提升自己 才能从容应对 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上学的时候 有些人宁愿做 大量的简单的题目 也不愿意做几道难题 结果 他们往往难以取得 太大的成像 一个人 要想突破自己的能力边界 那么 就要勇于去做一些难事 当自己硬着头皮 想方设法 解决了难事 那么 自身的能力 也就在不知不觉中 得到了提升 苦而不素 鲁迅说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深以为然 有些事 在我们看来 是大事 在旁人看来 却是固执一提 如果我们不停地去倾诉 在旁人看来 便是我们太过矫情 太过玻璃心 一个人经历的事情越多 就越会深刻地体会到 很多事情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与其期盼别人的理解 反而遭受各种误解 嘲笑 不如学会自愈 安顿好自己的内心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只小猴子 在觅食的时候 胳膊受伤了 它频繁地把自己的伤口 让众人看 也获得众人的同情 结果 小猴子因为感染而死 众生皆苦 唯有自度 一个人 越是在痛苦的时候 就越需要 学会善待自己 学会自己 舔失伤口 靠山 山会倒 靠人 人会跑 如果总是期待他人 来度自己 那么 就只会让自己的伤口 越拖越严重 难而不愿 有人说 从别人身上找原因 一想就疯了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一想就通了 生活中 有些人一旦遇到难事 就习惯找客观原因 抱怨环境不好 抱怨别人不行 却从来不反思自己 结果 他们只能是被困在原地 止步不前 真正的聪明人 遇到难事 首先会从自身找原因 所以 他们能够不断地 修正不足 完善自身 以达到自己的目标 面对难事 适当地抱怨 可能也是一种 缓解压力的方式 但是 过度的抱怨 却会让自己 被消极的情绪所淹没 失去了前行的动力 祥林嫂面对自己的 不幸遭遇 不断地抱怨 结果 不但没有换来周围人的 同情与帮助 反而引来了众人的反感 也让自己 越来越萎靡不振 毕竟 没有会喜欢 总是散发负能量的人 不断地抱怨 也会逐渐瓦解一个人的斗志 面对难事 最明智的做法 就是 及时化解消极的情绪 理性地去分析客观问题 来寻求解决之法 如此 才能尽快走出泥潭 迎来崭新的生活 喜而不扬 古人云 水满则易 越赢则亏 一个人 越是处于高位 就越需要谦卑寒柔 如果 一旦处于高位 便得意洋洋 嚣张跋扈 对待地位不如自己的人 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 那么 就只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古与云 目秀于林 风必催之 堆出于暗 流必湍之 行高于人 重必飞之 很多人渴望自己能够鹤立鸡群 然而 鹤立鸡群的结果 往往是遭到鸡群的孤立与攻击 一个人太过耀眼 自然会衬托出周围人的暗淡 周围的人 必然会心生不悦 甚至嫉恨 所以 真正聪明的鹤 往往会掩盖自己的锋芒 让自己看起来 似乎与周围的鸡 没有两样 一个人 能够克制自己的张扬欲 即使对他人感受的体谅 同时也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 总结 鲁迅说 这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 一个人只有不怕困难 不断摸索 走一步 再走一步 才能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挑战 有时候就是机遇 面对挑战 怯懦者选择了逃避 于是 他们在避开挑战的同时 也失去了机遇 勇敢的人 却能够迎接挑战 所以 他们能够及时抓住 上天赐予的橄榄枝 失败并不可怕 不战而败才可怕 一个人 只有勇于接受各种挑战 才能有机会 创造奇迹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